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演绎中,这名字很霸气 一上阵,就被秒杀的大将 力敌万人的刑道荣 万人敌是什么意思啊? 万人敌就是有万夫不当之勇的人 而这位刑道荣,既是号称万人敌的英雄 结果,他却被赵云一回合干掉 说好的万夫莫开,三国名将刘三刀 十八路诸侯是会蒙的时候 吕布在官前叫阵 无人敢应战 这时候,其中一个诸侯就说了 我帐下有一上将,名叫刘三刀 早就想占吕布,就是一直没有机会 今日吕布前来,定能三刀斩吕布于马下 结果,一个回合就被吕布斩于马下 潘凤是一个三国时期的牛人 牛到被人是各种调侃 东汉末年最有名的两大武将 东潘凤,西吕布 但是,他最后为什么死于华雄之手呢? 其实,上将潘凤是韩富的人 但是,袁绍想要暗算韩富 总是被着潘上将一一化解 于是,袁绍想干掉潘凤 潘凤上阵前喝了袁绍的一壶酒 结果,阵前要发 即使是这样,依然也撑了一些时候 但还是惨死于华雄刀下 关羽后来明白了,所以上阵之前,没有喝那酒 是温酒斩了华雄 如您喜欢,请给一个订阅,给一个关注 杨唐主给您作医了 下集再会